最多的畫面是哪天的 最多的畫面是嗎 哪天的畫面是哪天的 一一年甚至一二年那段時間 開始自己玩音樂 其實我學結他就很久 就是學了很多年 那時就是rock music 電結他 然後就是齊瘋瘋 但接著那段時間應該是失戀 玩音樂最大的動力就是失戀 然後就開始很不開心 在那段時間就開始拿回木結他 自己玩自己的聲音 慢慢就get over這件事 但是音樂就留回 然後就發現這個感覺很棒 I don't mind 很多時候都沒有想過聽眾是誰 因為第一個就是自己 玩完就覺得有滿足感 抒發了 小時候就甚麼都聽 很多流行歌都聽 Heavy Rock那些經常聽 但我猜真的令我彈結他的是 就是Bob Dylan 尤其是他早期的音樂 然後慢慢就越來越 discover得多 開始找Folk Music是甚麼 開始找就算Bob Dylan 之前的人是在玩怎樣的音樂 我現在可以隨心所欲 我玩甚麼都可以 我不需要care我的觀眾 我不需要沒有人入場 但是當這件事成了我的職業的時候 可能我就會想一下 有甚麼歌會多些人聽 有甚麼歌會多些人買 讀藝術師會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背後他們很多人花很多努力去做一些東西出來 這些東西就是藝術 自此以後我學會欣賞很多不同的文化 還有個人會嘗試有一個好奇心 了解多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這個對做音樂都很有得益 由80年代已經很多人在玩獨立音樂 只不過是沒有甚麼人聽 那時候沒有甚麼人說的 那些人其實已經是很前衛 即是應該可以做得很好 但可能真的事不與他們 或者那個環境的問題 令他們都真是為之在獨立音樂 或者為之在Undergrade 那輸了一點可惜 即是不同的樂隊可以找到自己的 但聲音歌詞我覺得 仍然停留在拿著吉他唱歌 唱流行曲 即是主要都是流行曲風 那一種風格 因為聲音歌詞 因為似乎用得太濫 我覺得 甚至其實聲音歌詞 都不是一個 genre 因為 只不過是自己作自己唱 其實很多樂隊都是自己唱 自己唱 那 可以再發展得好一點 可以再玩得更多一點 常常會有時會說 會不會有時會說 我們要以為 對這部分 也不想再說 什麼事 可以再說 會不會再說 會不會再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